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已經開始度過了韓國最嚴寒的天氣 現在已經不是零下,是零上幾度 所以我終於肯出街 因為很久都沒有來弘大 尤其是晚上我真的很久沒有來弘大 然後今天是火熱星期五 所以我忽然很想吃一件東西,就是烏餐 但我們今天要吃的是牛的腸 而這間是我經常來的餐廳 然後因為真的太好吃 所以我另外拍一條片介紹給大家 我們現在就走過去 這好可憐 對,相對之下他有點可憐 這邊人這麼多,然後這邊 這什麼?好誇張喔他們 這條街就是狗餐街 整條街基本上都是吃這些 豬腸牛腸的 但是我個人來說 有幾間中過蜂 我覺得是不好吃 有試過令我肚痛過 對這條街的腸店 的餐廳比較印象 尤其是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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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搞到肚痛啊 而且不是我一個人 是我們整台都肚痛 所以不關我事 那在弘大其實 他有四間粉店 是超誇張 他整個手藝都有粉店 那這間就是沒有無限review的 這間是3號店 對,他寫著沒有無限review 才有這麼小的字 鬼看到 然後我上次就是看不到 然後進去 因為現在是吃飯時間 現在是7點51分 通常這些吃飯時間是要等位的 其實韓國吃飯很需要等位 但是這間真的 萬中無一是需要等位的 就是這裏了 然後呢 因為我們第一次來這間粉店 發現原來哈利波特的咖啡就在對面 我們正對面 因為我看到狗有四分三 哈哈哈哈 然後就嚇了一下 經過一番等候之後 我們終於進來了 然後我們很開心打算 可以叫這個無限review的時候 然後他說 原來現在只剩下本店 才可以有無限review 真的 嚇死我了 所以 其他粉店全部都是沒有無限review 在本店呢 其實是什麼都無限review的 即是 它會有個飯無review 跟著小菜 跟著 全部的腸都可以無限review 但是 這裏就 只是一份一份的買 但是因為其實呢 我也有在第二間粉店吃過 不是無限review 我覺得價錢其實差不多 無限review的價錢也是兩萬多 然後我們這樣 叫一人飯 然後再散了一些飯 那些加起來也是兩萬多 所以價錢來說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呢 心理上覺得沒那麼便宜 無限review有個不好 就是 因為呢 他們總共有四個部位 那無限review 每次加的時候 他一定會四個部位給你 我和ShuShu都喜歡吃麥餐 你是不是只喜歡吃麥餐 嗯 所以呢 我們就非常開心地 叫了兩份麥餐 有豆腐 有海鮮 然後 然後是 是一個可辣的 我覺得是開胃湯 我真的很好喜歡喝 其實這個是送的一個湯 但是也很好喝 他也很好啊 還有送了這個部位給我們 生的麥餐就是這個樣子 有少許噁心 哈哈哈哈 然後有一個reference給大家 就是如果吃無限review的話 是不是這樣全生上來的 是半熟的 因為無限review始終 可能這樣是速度 所以他們就會快一點 然後他就是 一個辣的炒飯底 再加紫菜 還有半生熟的炭蛋 哦 真是正到爆 超級好吃 蛋黃 是要這樣弄上去 然後拌勻 炒飯底也是 糖色辣椒的炒飯底 所以這個很重的好吃 真的有炒菜 炒飯 炒飯 但濕一點 的飯 因為滑下味噌的時候 這個可以任吃 可以 我一個人吃了三斗 哇 我出來了吃飯了 終於 好正啊 好正啊 飯腳 這個是他們送的 然後是心臟的部分 所以現在就可以吃了 這個麥參 我們再等一會 老了就不好吃了 趁他剛熟吃 這個部位呢 是很軟的 是很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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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鴨腎的感覺 好快已經掉了 看到他們開始變金黃的顏色 先點醬 醬是重點 麥參的質地呢 好軟很軟很軟的 你需要咬很多下 才會吞到下去 可能有些人呢 壓力不深 都會覺得 這個很軟很軟 但是 我最喜歡這個感覺 是很好吃 差不多了 然後呢 我們點了一個 我覺得是這裡的 重點之一 就是 拉麵 即使他們有牛肉的即食麵 也是超級超級超級好吃的 製製我不是一個喜歡吃即食麵的人 但是 來到韓國之後 我發現呢 他對於即食麵都很執著 就是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然後這裡的即食麵呢 又是深深吸引了 所以我們就點了 其實我以前呢 就是經常都會不小心 就會一次過 就會點了 但是我覺得 他要吃完所有的腸麵之後 最後吃這個拉麵 才會覺得滿足的 這個就是即食麵 然後呢 他會有牛肉片 洋蔥 還有一些 辣椒 那樣的 但是 我覺得就不太辣了 但是 吃不太辣的朋友就會不太辣了 有沒有 他那邊是我喜歡的衣服 啊 啊 真的有點新鮮 看出來 他泡了鹹 其實真的 因為腸有一點油 然後用一個 非常省畏的湯去圓結這一餐 我覺得是很完美的 其實這個湯有一點像 那個媽咪麵的那個 調味包 濃郁版 當然就不是只有那個味 但是有一點偏過味的 所以 我是喜歡吃媽咪 所以我很喜歡吃這個 是不是有點特別 在拉麵 現在就是拉麵而已 他笑著吃的拉麵 在家吃的拉麵 都沒有這個笑 我不覺得在外面吃的拉麵 永遠都在家吃的拉麵好吃 真的 那好吧 我們現在吃一個牛腸 然後每天買單 是1500元 即是港幣幾百元 真的非常之划 其實是比我吃 無限review 因為其實我跟他 已經吃到是非常之飽 然後我們過來這個 哈利波特的cafe 過來 打算要逛逛 我們進去了 進去了 啊好美啊 但他這裏有寫 就說你一定要買東西 但是我們也不在上去 入場和拍照 那就是我們不能進去啊 我以為是這裏樓梯上去 原來不是 是假象來的 但這樣看上去 發覺也有很多位置 所以 本身他剛開始的時候 是熱潮很厲害的時候 然後他去那裏排隊 然後又很辛苦 進不來 所以現在是 沒問題 大家隨時過來 可然是因為哈利波特的cafe 是我們不可以 就這樣進去拍照 那所以呢 我們就專長來喝一個 非常之壞臉的 黑桶珍珠仙蟹 那之前呢 就是只有新生一棟 才能喝 但現在現南棟 原來新開了 不是新開 是去年開 我以前呢 就是住在這間店的附近 然後我搬走了 不久呢 他就新開了 我們到了 我以前就是住這條巷 真的隔壁 你知道嗎 真的隔壁 是嗎 早知我們喝 那一間 那一間 那一間都過來做什麼 好錯 我們走回來弘大 不知道為什麼 有心裡面有個想法 他應該還沒收拾 抱著懷疑的心態 我們就前進了 然後他說 如果我真的猜中了 他收拾了的話 那我就應該去買樂合彩了 我現在很緊張 究竟有沒有開 究竟有沒有開 感謝大家 flashing 很正恩 真的很癢 哀不出來 來到嘗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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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commenia 來咯 要把它 有啊有啊有啊 為什麼我們要去Elly的原因 就是因為Elly真的比較好喝 真的比較好喝很多 就覺得 它的黑糖是太多 所以感覺上整個比例有點怪怪 然後太淺 珍珠我是覺得好吃的 喝到還是會覺得開心 只是如果能夠喝到Elly 都會更開心的感覺 好了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吃 我剛剛介紹的牛腸 而且其實這間都不錯 因為它很誇張開到凌晨3點 我覺得是為了 去完club的人出來 想找夜間然後解酒 所以才黑糖等到時間去到3點 因為都在雲大附近 所以大家還沒去到的 所以大家有機會就去試一下吧 如果喜歡這個vlog的話 幫我按讚我 記得follow我和IG 和分享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動態 按下訂閱和旁邊的鐘 就不是做過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影片再見啦 多謝多謝 拜拜 拜拜